來大酸麵包出來了 老字號麵包店進軍信譽區百貨 轉型減賣咖啡輕食 打造室內用餐區 就是想要多留住逛街人潮 會對逛街感覺比較舒服 因為有時候只是想要吃點東西而已 什麼拉麵之類的 有可能也是吃太飽 就會不想吃 女孩們都說逛街也需要休息 補充體力 但又不想吃太多 輕食甜點 咖啡館順時而起 加上新一區流動人口多 國際品牌紛紛進駐 2月中旬又有瑞典評價服飾要開幕 一來就是以三層樓高的龐大賣場見客 左右兩邊都有空橋 鏟連其他百貨 要拉攏女性族群 百貨紛紛祭出輕食點心懶客 星光三月A8館 一樓有冰淇淋 微風松高賣精品咖啡 各家二樓都有咖啡和甜點吐司 尤其微風松高 輕食點心貴位就占了一半之多 輕食系的冰品甜點 變成百貨裡具有經濟價值的休息區 延長消費者購物停留時間 平均每個人會多待20到40分鐘 而且轉桌率高 整體來說貴位占比有三分之一 而且標榜評價快速的外帶點心 包括泡芙 起司蛋糕 更瞄準上班族 女性消費者和帶小孩的家庭客 會 我會讓我們想待 吃完家聊完天 大概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吧 比較便利啦 然後不用想很久啊 購物氣氛不中斷 全靠星衣去空橋 從台北101 ATT4FUN 一直串聯到星光三月Bella Vita 酒家百貨賣場透過空橋連結 形成一股穿越商機 把客人停留時間拉長 更用輕食讓女性消費者願意坐下來消費 相互拉抬把柄做大 記者陳旭一 邵玉敏台北採訪報導